混合接力时我把接力棒传给死对头 生死力竭地嘱咐她接吻接吻 却没想到她愣0.001秒后 巴基亲了我一口 我捂着脸男男 不是接吻那大姐 然而从那之后 我今患上必须每天都得和她肢体接触 不然就会身体过敏发痒的毛病 就在刚刚 我被柳如烟抢吻后 操场一片瓷器笔伏的卧槽 围观的人像在参加婚礼 而我和柳如烟却像在参加葬礼 果然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 我和柳如烟像两座雕塑依立不动 另外两个队友陈正和曹旭坤 瞪着双眼也不敢动 死一般的沉寂在我们之中蔓延 还是我先缓了过来 跨着大意灭亲的步伐朝柳如烟走去 柳如烟那张好看的脸愣神片刻 扭头就朝操场出口走 虽然是在走 但她的速度极快 我差点跟不上她 不是 你跑啥呀 被强吻的明明是我好不好 好不容易在门口处拦到她 我气喘吁吁 你跑什么呀 该跑的不应该是我吗 是你说的接吻啊 过了好几秒我才反应过来 她说的接吻和我说的接吻 不是同一个 我竟无言以对 不是 我说的是接力棒要接吻来 柳如烟绝望地闭上了眼睛 嗯 脑子抽完的下一秒我就想明白了 我嘴巴张了又闭 因为过于离谱 导致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 最后我自暴自弃地往宿舍跑 刚回到宿舍 社友就把我围住了 行啦贺强 什么时候和柳如烟好上的 这都亲上了 我疑惑不已 你们咋知道的她亲 爱不是 我们没好上 拜托 那可是柳如烟爱 刚入学她就是明星人物了 多少人盯着她呀 社友疯狂摇晃我 你怎么背着我们 调到这么个大美女了 调个屁啊 我和柳如烟同小就认识了 她住五楼我住四楼 双方的父母也熟得不行 逢年过节都会送些好吃好喝的 柳如烟小时候就白白净净的 文静容易害羞 不爱说话 我自封大哥大 柳如烟是我的小妹 我整天忽悠她用零花钱 买辣条给我吃 那时的柳如烟还很好摆弄 我一边吃着辣条 一边大言不惨 以后你就是哥的人了 哥照你 她单纯地眨着大眼睛 崇敬地点点头 可惜长大以后 柳如烟就没那么好玩了 她越长越美 成绩又好的不行 成了别人家的孩子 我爸每次都拿她跟我比 我觉得委屈 我成绩也非常好啊 你看看柳如烟多稳重 你看看你 鹅眉山的猴子都没你欢妥 我爸瞪了我一眼 刚买的白衣服就脏得像在泥里滚了一圈 我用了半瓶挑白剂才洗干净 我闭嘴了 只是这样 我还不至于和柳如烟成为死对头 最令人发指的是 柳如烟是我爱情路上最大的绊脚石 小雪 我用歪歪扭扭地自写了风情书 还没送出去就被柳如烟告状给我爸 被我爸狠狠打了好几下屁股 初中我约笑花在天台表白 结果笑花没来 教导主任气势汹汹地来了 后面还跟着个柳如烟 高中是我离爱情最近的一次 我和一位韩妹妹同学 差点就牵手成功了 一天晚上我们在公园散步 夜很安静 我俩都很害羞 气氛正好时 突然窜出来一只德木 很凶地冲着韩同学叫 说时迟难时快 韩同学一个矫健的身姿 就爬上了旁边的树 我沉默了会试图安慰他 那个别怕 这狗我认识 很乖不咬人的 这只德木叫旺才 是柳如烟家的狗 虽然长得凶 但从不随意乱叫的 今天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摸了好久旺才的头 他才停止叫唤 但还是呲牙咧嘴地凶着韩同学 韩同学紧紧抱着树干不肯放手 你让他别叫了 我害怕 我无语地看着慢悠悠走过来的柳如烟 你遛狗怎么不牵住绳子 柳如烟一脸无辜 旺财跑太快一时没抓住 从那以后韩同学见了我就绕道走 我爱情的小火苗还没燃起 就直接被熄灭了 于是我和柳如烟的关系越来越差 不是他 我也不至于还是个母胎单身 我以为上大学我就可以和他说拜拜了 结果又好死不死和他上了同所大学 设有调侃我 你还说没一腿吗 脸都红了 被他一说 我突然觉得脸上痒痒的 我跑去镜子前照了照 吓了一跳 奇怪 过敏了吗 因为已经有些晚了 我也没太理会 想着睡一觉起来会不会好一些 结果第二天醒来 手上也变得红肿发痒 起了很多小疹子 脸上还是红的 我便戴了个口罩 急急忙忙往校医院跑去 医生看了看我的情况 先给我开了个涂抹的药膏 并建议我去大医院 做个过敏原测试 从医生办公室出来后 我正想去窗口拿药 意外竟然碰见了柳如烟 他身边还有个女生 两个人不知道是谁生了病 我们平时在学校都装互不认识 更何况昨天还发生了那么尴尬的事 我默默把口罩又往上拉了点 并把脸转向了另一边 心里默念 认不出我认不出我认不出我 就要擦肩而过的时候 我的手腕疏地被抓住 客强 柳如烟低沉而有磁性的声音响起 你生病了 他的手很温暖 温度从手腕往上蔓延 我一时静有些慌 有点过敏 哪里过敏 他逼了逼身子 想要查看的样子 想到我现在还有些红肿的脸 我刷的甩开他就跑了 我跑到了取药窗口 拿完药后就回了寝室 药还没涂 我忽然发现 我的手不红了 脸也好多了 虽然有些奇怪 但我也没太在意 只是睡了一觉醒来后 手又开始发痒 我一边庆幸还好买了药膏 一边把药膏往手上涂 又过了一天 大概中午的时候 我本来好了的脸又开始过敏 可这玩我呢 我这才觉得不对劲 乖乖跑去大医院做了过敏原检测 等报告出来后 我认真看了下 上面显示会过敏的物质 我这几天明明都没有碰到过来 回到学校后 因为戴口罩实在是有些闷 我便把口罩摘了下来 我把检测报告又拿出来看了又看 直到不小心撞到个人 道歉的话一出口 我就看到柳如烟的脸 她表情严肃 克强跟你说了多少次了 走路要看路 我还没习惯性的对她 她先变了脸色 你脸怎么了 想到自己的脸 我连忙想逃走 但被她紧紧抓着 别走 我看一下严不严重 你看啥呀看 我想把口罩带回去 你又不是医生 看也看不懂 柳如烟挡住我的动作 双手下意识扶上我的脸颊 将我的头微微抬高 听话让我看一下 我的脸颊在发烫 但可能不是因为过敏 时间变得漫长 我不敢看她 眼睛眨了又眨 你好了没啊 她好像也意识到了自己的动作 墨地放开了我 不自然地咳了一声 好了 是吃蚕豆了吗 我蚕豆过敏柳如烟是知道的 我摇头 没吃 不知道为什么 她没再说什么 让我记得涂药就走了 等回了宿舍 我正想拿药 却突然意识到 我的脸好像又不痒了 我看了看手又照了照镜子 一头雾水地看着镜子里 无比正常的自己 我靠啊 世界第八大奇迹出现了 现在报名走进科学栏目组 还来得及吗 正胡思乱想了 我却忽然想到一件事 好像每次过敏 自己突然好的时候 都是在我和柳如烟 有过肢体接触之后 思来想去之后 我决定做个实验 又过了一天 等熟悉的养溢在手上蔓延时 我发消息问柳如烟 你在上课吗 她很快就回我 没有 在宿舍 我立马说 那你下来一下呗 柳如烟回了我六个点 干什么 别问 快下来 我在你们宿舍背后 那棵大树下的 我穿着个人字拖 跑到女生宿舍楼下时 柳如烟已经到了 她语气带点嘲讽 还以为一直到毕业 你都要在学校装不认识我呢 换以前我肯定就回对回去 但现在我有求于人 只好卑微一笑 哪的话呢 你大明星大盲人 我这不是怕拉低了你的档次吗 她冷横一声 少来 到底有什么事 虽然我知道她现在没有男朋友 但以防万一 我还是问了下 你没有男朋友吧 柳如烟疑了 没有 那就好办了 但我还是又问了一句 那你有喜欢的男生吗 他突然语色 你问这个干什么 有事说是 就是那个 你手能不能给我摸一下呀 柳如烟嘴巴微微张大 一时半会都没吭声 随着手上的养溢加强 我眼一闭心一横 直接抓起了柳如烟的手 柳如烟显然被我不要脸的动作吓到了 竟然也不反抗 就乖乖被我抓着 你看啊 我的手现在不是很红吗 等个几分钟 气氛安静的有些诡异 还好摸过多久 我手上的红肿就消失了 我兴奋的举起手给柳如烟看 看到没看到没 柳如烟没说话 脸红的像猴屁股 嗯 这难道就是脸红不会消失 只会转移 为了证明我并不是贪图她的美色 我和柳如烟解释 就你那天亲我之后 我每天都会过敏 但我发现 只要和你有肢体接触就可以好转 柳如烟看着我像看个傻子 哎呀你可能不信 但是 话没说完 柳如烟总算出了声 我信 她突然这么爽快 我准备一大堆话都没说出口 牵手就行吗 她低头盯着我 还需要做别的吗 你这么问我可就不客气了呀 我眼睛笑得眯了起来 那春光 你想的美 那你之前问个屁呀 要知道平常柳如烟总是和我做对的 这次在这么离谱的情况下 她竟然没有拒绝我 我怀疑她是不是做了什么对不起我的事 柳如烟 你是不是又和我爸说我坏话了 怎么突然这么听话 她无语的看我两秒 行 那不牵了 别别别 我拉住她 我错了 您别和我一般见识 好吗小烟烟 我小的时候经常叫她小烟烟 长大后基本没这么叫过 柳如烟愣了下 低头看了看我的手 肢体接触真的有用吗 目前来说是有的 是不是很神奇 我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 你说会不会换个人接触也有用 话音刚落她便脸如翻书 眉头一皱 你还想换谁 我被她的神色吓到 没有没有 我随口说说的 周围的人变得多了起来 视线不住的往我们这条 我只好灰溜溜的先回了宿舍 回到宿舍后 我躺在床上有些惆怅的想 这个过敏的问题要是一直存在 那我岂不是相当于 和柳如烟这辈子都绑定在一起了 但我又不喜欢她呀 她老是在我爸面前告状 对我凶巴巴的 还搅黄我的恋爱 我嘴上骂着柳如烟 但心里却浮现出别的场景 比如她总是能在我摔倒的第一时间 就赶到我身边帮我处理伤口 会在大冬天跑很远帮我 买我爱吃的烤红薯 每次嘴上说我笨得不行 连鞋带都系不好 却又会主动蹲下帮我系好鞋带 我越想越心慌 柳如烟的脸越来越清晰 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 我真的不喜欢她吗 我不会喜欢她吧 不行 我不能再想了 得干点什么转一下注意力 刚好曹旭坤最近谈了个女朋友 周六打算去玩密室逃脱 问我要不要一起去 他还特意跟我说 有美女哦 我立马 去 去玩之前 我特意把过敏的药膏带上了 要是过敏了 还能涂涂药膏 因为曹旭坤说有美女 我还特意好好打扮了一下 曹旭坤确实没骗我 一起玩的人中间 有个叫沈幼楚的女生 腿长连美像个模特 我还想得好好表现 给美女留下的好的印象 结果一进去就疯狂大叫 毫无形象可言 这不怪我 我不是第一次玩密室逃脱 但这次的实在是有些吓人了 音乐吓人 场景吓人 灯光吓人 NPC更吓人 NPC从侧方突然嚎叫着出现的时候 我头脑空白 大叫着下意识拉住了旁边的人 等NPC跑走我才渐渐缓过神来 我一直都跟曹旭坤一起走的 因此也下意识以为自己牵的是曹旭坤 和他吐槽 刚刚吓死老子了 话骂到一半我僵住了 曹旭坤在不远处和女朋友里能我浓着呢 半分眼神也没分给我 那我牵的是谁啊 我僵硬的扭头 看到沈幼楚正在忍着笑一的脸 不好意思 发现我抓的是沈幼楚后 我连忙放开手 我以为曹旭坤呢 真的不好意思 没事 沈幼楚温和的笑 我刚刚也被吓到了 正常 刚刚被吓得不行 除了害怕 别的什么感觉都没有 现在缓过来了 我才又感受到手上的痒液 果然又开始了 我把包放外面了 腰高不在身上 就连手机都没带 一场密室逃脱完下来 又起码得两三个小时 我只好先忍一忍 沈幼楚大概是看见 我左右手交叉着来回亲茂 问我 你过敏吗 对的 因为刚刚认错人的事 我有点不好意思 主动跟他说话 听曹旭坤说你是隔壁学校的呀 对啊 和你们学校还挺近的 他点点头 我还去过你们学校一次 但是太大了 没能好好逛逛 那你下次来跟我说 我热情的邀请他 我带你逛 我们食堂可好吃了 我请你吃 沈幼楚笑着点头 好啊 我们小心翼翼的走着 直到前面出现了一个全黑的走廊 一群人瑟瑟发抖 有人提议 要不我们手牵着手一起过去吧 大家一致同意 我前面是个男生 后面是沈幼楚 不好意思啊 我抱歉的看他 没事 他不太在意 很自然的抓住了我 好不容易通关了 走到出口灯光大亮 我一身冷汗 长长的松下了一口气 克强你脸咋了 曹旭坤突然惊讶地叫了我一声 手臂也好红啊 过敏了呢 被他这么一喊 我才后知后觉地发现 这次的过敏好像有点严重了 不仅是脸 因为是夏天 我穿着短袖 露出的手臂和肩膀也红了一大片 被恐惧所遮掩的养溢终于浮出 我急忙找到手机 想问下柳如烟在哪 结果刚打开就看到柳如烟的信息轰炸 在哪 今天要牵手吗 人呢 不是说会过敏 睡午觉 醒了记得回消息 迟迟没得到我的回复后 他耐心耗尽 恶狠狠地发来一句 克强你玩我呢 本来大家是要一起吃晚饭的 我推托说学校临时有事 火急火燎地赶了回去 我问柳如烟他在哪 本以为他生气不理我了 没想到倒是很快就回了消息 四得楼旁的长椅呢 我们学校别的不说 环境特别好 校园整得跟公园似的 随处都有长椅 堪称情侣谈恋爱圣地 回学校大概要半个小时 我就急班地先在手臂上涂了药膏 总算到了学校后 我飞奔去了柳如烟说的位置 远远地就看见柳如烟坐在长椅上 我气喘吁吁地跑到他跟前 一把握住他的手 救星可算找到你了 柳如烟刚看见我时 脸色差得不行 挣扎了一下 看起来很想甩开我 别 我可严重了 我把手臂伸到他面前 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 你别甩开我 看到我通红的手 柳如烟没心促起 怎么这么严重 我装可怜 我也不懂 玩着玩着就这样了 柳如烟一只手任我牵着 另一只手拿出手机 给我看他给我发的满屏的消息 去哪了 消息也不回 和曹旭坤去玩密室逃脱了 就上次一起接力的那个男生 他盯着我发红的脖梗和锁骨 都是男生吗 我如实回答 怎么可能 肯定有女生了 柳如烟不理我了 已经是晚上了 天色很暗 教学楼灯光明亮 洒下来一些光线 不远处还有一个长夜 坐着的应该是对情侣 男生靠在女生怀里甜甜蜜蜜 我看了看他们 又看了看自己和柳如烟握着的手 觉得心跳声如快速敲打的鼓点振耳欲伦 我主动跟柳如烟说话 你今天干啥了呀 本来是学生会要一起出去团建的 我怕某人过敏就没去 怕面无表情地看我 结果我等了一天 某人倒是自己玩得很开心 得 还不如不问呢 这下空气更僵了 感觉到叫嚣的养溢在一点点平静下来 我忽然想到玩密室逃脱的时候 我和沈幼楚也算有肢体接触 但我的过敏没有好 所以真的只有柳如烟才有用 我觉得好神奇 便和柳如烟说了 真的太奇怪了 我这个过敏和别的女生牵手都没有 就和你有用 书弟柳如烟很用力地握紧了我的手 咬牙切齿地问我 你还和谁牵手啊 我立马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 不是 密室逃脱太吓人了 我们大家才手牵手的 所有人一起的 所有人 克强 柳如烟恶狠狠地喊我名字想审态我 但估计是挨着我过敏还没有削腿 又忍了下来 不知为什么 我感觉柳如烟头上冒着绿色的光芒 别生气啊 我安慰她 我下次注意好吧 这次特殊情况 我又不是那种脚踏两只船的男人对不对 她哼了一声 我看你就是 你不仅见一个爱一个 而且眼光极差 她开始翻旧账 高中那个韩妹妹 我真的百思不得其解 你怎么就能看上她 我不服气 韩妹妹怎么了 她可上进了 而且体育也好 是挺好 爬树那叫一个快 我还是闭嘴吧 大概是因为这次过敏特别严重 之前只要签个五分钟就可以的 这次竟然快十五分钟了 我还是觉得脖子痒痒的 我自己看不到 抬起头让柳如烟帮我看 你看看我的脸还红吗 脖子呢 柳如烟也不呜气了 低头仔细看着 还是有些红 奇怪了 怎么这么慢啊 我用空着的手抓了抓脸 手却被柳如烟按住 别抓了 手上有细菌 我只好作罢 柳如烟好像很认真的在思考 贺强 有没有可能 是因为肢体接触的面积不够多 我没太听懂什么意思 我猜你这次比较严重 需要更大的肢体接触面积 我觉得有点道理 那咋办 他黑药师般的眼瞳注视着我 一字一句地说 要不要拥抱 我点了点头 有些紧张地吞了通口水 下一刻柳如烟轻身 动作很轻地抱住了我 我的头底在他肩膀上 熟悉的洗衣粉的香气倾入耳鼻 我们谁也没说话 养溢再迅速退去 没过多久就消失殆尽 我推开他 好了 我不痒了 是吗 他俯身看我的情况 怎么还是很红 那是因为周围很安静 我的勇气多出了几分 突然很想问柳如烟 柳如烟你 你醒 欢字还没出口就被打断 贺强 是你吗贺强 我十分无语看向声音传来的方向 看见曹旭坤搂着他女朋友探究地看着我 曹旭坤 你个王八蛋 我要在你们的爱河里尿尿 我发现人不能太熟 不然有些话会很难说出口 比如我实在是没办法主动跟柳如烟说 我喜欢你 我开始懊恼 怎么对自己的心意这么后知后觉 要是早点发现自己喜欢柳如烟 早早拿下 现在也就不必这么纠结了 不过虽然我莫名其妙会过满 但因祸得负 每天都可以和柳如烟牵手 而且这个过满有时严重有时轻微 严重的时候我还可以获得一个拥抱 我和柳如烟甚至有了个秘密基地 就是学校里一个偏僻的小角落 可以让我们偷偷摸摸地在这里牵手 这种感觉 该说不说还有点刺激 因为柳如烟的搅和 我还没有早恋我 但是听他们说早恋都是这样的 在小树林或者操场 背着老师同学偷摸摸地在一起握个小手啥的 想到这我就非常心安理得地享受着柳如烟的牵手符 可能是下意识把自己当成早恋的 偶尔看到远远的有认识的人走来 我会飞快甩开柳如烟的手 自己跑走 柳如烟非常无语 克强你什么意思 我这么上步得台面是吧 我尴尬一笑 哪能呢 失误 纯属失误 有一次刚和柳如烟在长椅上坐下 就碰上个柳如烟的同学 他喊了柳如烟一声 哎哟 男朋友 他同学看到了我 几眉弄眼的调侃 我们柳大美女终于开窍了 柳如烟还没回答 我下意识先帮他否认 不是 我是他发小 他同学意味深长地呕了一句 挥手走了 看到女生的身影消失后 我才去拉柳如烟的手 没拉到 柳如烟也不看我 快速把手一开 我又去抓他 他又躲开 我一头雾水 你干嘛呀 克强 柳如烟总算开口 不过话里透着阴险 今天不牵手啊 换个方式 我眨眨眼有点开心 想着是不是换成拥抱 柳如烟嘴角上扬 伸出双手 快速捏住我脸庞两端的肉 上下左右的来回 快速揉捏了起来 我完全没反应过来 愣愣地被他搓了半分钟脸颊肉 等我终于回过神来 准备揍他时 柳如烟似乎早就预料到我的动作 伸手敏捷地从凳子上站起 一溜烟就跑得看不见人影了 什么玩意啊 周一的时候 沈幼楚发消息给我 问我有没有我们学校的游泳卡 我们学校有游泳流 经常有外校的人来游泳 不过本校学生买票 要比外校便宜得多 我回他 有的 你什么时候要 我拿给你 他问我周二下午有没有空 我表示没问题 等到周二下午 我在游泳馆门口等着沈幼楚 他很快就出现了 和我打招呼 我把游泳卡给他 沈幼楚接过 谢了 钱我等一下转给你 没事 不着急 我想着上次说要请他吃饭的事 你大概几点游玩 晚上我请你吃我们食堂的麻辣香锅吧 我们食堂的麻辣香锅特别好吃 眼睛闻名 沈幼楚拿起手机看了眼 好呀 我大概五点半出来行吗 我比了个OK的手势 沈幼楚游泳的时候 我的脸又开始发痒 我连忙去找柳如烟 柳如烟下午有课 我只能在课间的时候 躲在楼梯角落里等他 因为怕有人来 我们便快速拥抱了一下 过敏不严重 很快就笑了 柳如烟回教室前问我 晚上一起吃吗 不了 我摇头 我晚上和朋友约了 柳如烟点头表示懂了 就回了教室 五点半的时候 沈幼楚很准时地出了游泳馆 他的头发还微微湿润 在人群中特别扎眼 这时候正好是就餐高峰期 食堂人山人海 我眼急手快地抢了个位置 让沈幼楚先坐下 自己快速跑去窗口点了菜 点完菜刷完卡 拿了等号牌 我又挤回了之前站的位置 我气喘吁吁地坐回位置 不好意思啊 太多人了 可能得等个15到20分钟左右 没事 早知道我就早点游玩出来的 我站在我的旁边坐着几个女生 拍我的那人我并不认识 我猛地看向那个女生 和她来了个直接的对视 眼神对上的那瞬间 看到那人心虚又躲闪的视线 我非常确定她就是在拍我 我站起身上手去抢她的手机 你拍什么呢 她似乎没有反应过来 很轻易地就被我抢走了手机 不是那个 我拿过手机看了眼屏幕 愣住了 手机屏幕上显示着聊天页面 发消息的对象名称是柳无烟 那个女生发了张我的照片 接着发了个消息 刘姐 这是不是你上次亲的男生啊 你快来食堂啊 这里还有个美女 我感觉你头上有点绿啊 我无语地看着那个女生 她尴尬地看着我 误会了误会了 自己人 我还能撤回吗 她有些为难 两分钟柳如烟的消息这时候进来了 你具体在哪个位置 我含泪把手机还给了柳如烟的朋友 沈又厨疑惑地看着我 怎么了吗 没有 没啥事 我强颜欢笑给自己打气 我心虚啥呀 我和朋友一起吃个饭而已 再说我和柳如烟又不是男女朋友关系 怕什么 听到叔叔叫号后 我连忙去取了麻辣香锅 刚和沈又厨吃上没几分钟 柳如烟就出现了 我筷子一个没加稳 掉了块白菜在桌上 心疼了好几秒 本来坐在我旁边的那个女生 非常自觉地往旁边移了的位置 柳如烟坐下 表面上笑得人畜无害 和试图装作没看见她的我打招呼 贺强好巧 我不得不抬起快埋进碗里的头 哈哈好巧 他指了指沈又厨 这位是 啊这个 我朋友 沈又厨朝柳如烟礼貌性地点点头 你好 你是贺强的同学吗 不是 柳如烟笑得温润 我是他青梅竹马 我们从小一起长大的 他小时候玩过家家 还说长大以后要当我老公 我连忙伸手去捂柳如烟的嘴 不是 你说这干什么呀 吃你的饭吧 柳如烟在我恶狠狠的目光下 只得转过头去安静吃饭 好不容易吃完了饭 我送沈又厨到了校门口 他客气地和我道谢 沈又厨走了以后 我给柳如烟发消息 在哪呢 柳如烟说他在我们经常去的长椅呢 于是我调转方向朝那里走去 柳如烟一个人坐在椅子上 低头玩着手机 周围气压很低 小烟烟 我试探着喊他 在这里干什么呀 他头都不抬一下 看他不理我 我故意挨压了一声 我的手好像又开始过敏了 果然柳如烟终于抬起了头 他握住了我的手语气很凶 手上的动作却轻柔 克强 你把我当工具人使吧 只有过敏了才会来找我 当然不是了 话没说完 我看到不远处好像有人走过来 几乎是下意识 我就想把手抽出 柳如烟迅速反应了过来 反手紧紧抓住我不放 克强 你敢放手试一下 我看着我们紧握的双手 克强 他喊我 语气里竟然有些吻屈 你自己说的 长大了要当我老公 你不能说话不算话 我脑袋里像在放鞭袍 噼里啪啦的 想通之后我嘴角都要里到天上去 我故意装没听懂 你说啥 我没太懂的 柳如烟又要捏我的脸 你少装傻 你真的不懂吗 不是随便一个男生跑过来 跟我说他要牵手 我就会把手给他的 我认他揉捏 知道了 真的知道了吗 他一脸不放心 你从小到大都那么迟钝 我这么大一个人在你旁边 你都看不见 再要去喜欢什么 韩眉眉黄晓明张晓妮 我急忙制止他 别说了 我凑近在他脸上亲了一下 小烟烟 这次我真的知道了 柳如烟这才满意 那以后要光明正大的牵手拥抱 不准再甩开我 我笑着点头遵命 绕了这么一大圈 我和柳如烟总算是正式在一起了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每天都会和柳如烟牵手 我也基本没怎么再过敏了 但有一天我灵光一闪 万一不是因为我和柳如烟每天都在接触 而是因为我这莫名其妙的过敏症状已经消失了 于是当柳如烟又要来牵我时 我一个侧身躲开了 柳如烟疑惑的看着自己抓空的时候 我把这么做的原因跟他说了 忍一忍哈 这几天我们试一下完全不肢体接触 看一下是不是我的毛病已经好了 他不情不愿 坚持了没半天 柳如烟下意识搂过我的肩 我也下意识往他身边凑 我瞇了半天才反应过来 哎呀 我们又肢体接触了 柳如烟无辜的怂怂肩 第二天我们又开始新的尝试 结果柳如烟又忘了 用手揉了揉我的头 我无语的看着他 我们明天先不要见了 不然每次都失败 不行 不能不见 柳如烟非常认真的跟我保证 我发誓我明天肯定不会碰你了 做不到我就是小狗 第三天我一个不注意 他又握住了我的手心 于是第四天 我非常坚定地拒绝了和柳如烟见面 我非常紧张地观察了一天 发现我真的没有再过敏 我兴高采烈地和柳如烟分享了这一发现 柳如烟只是问我 那明天可以见了吗 不行 我回他 再观察两天看看吧 柳如烟发了个哭泣的表情 第五天我顶住了柳如烟的强烈抗议 远远地看见他就跑 一天下来我还是没过敏 我惊喜地给柳如烟发信息 我好像真的不会过敏爱 柳如烟回我 试验完了吗 明天可以见面了 可以 非常可以 再次见到柳如烟的时候 我兴奋地加速朝他奔去 柳如烟稳稳地接住我 跑慢点别摔了 我抑制不住自己开心的心情 我终于不用忍受 每天莫名其妙就过敏的痛苦了 柳如烟倒是看着没那么开心 我仰头问他 怎么了 克强 就算不过敏了 你每天也要和我牵手 当然了 我主动握住他的手 我说过的 以后要当你老公了吗 小时候我怕打针 每次打针都会哭得撕心裂肺 柳如烟在一旁 稚嫩的小脸上堆满了忧愁 小手抓着我 强强不怕 我还是哭 他就做鬼脸逗我笑 我的注意力被他的鬼脸吸引过去 竟真的忘了疼痛 初衷我腿摔伤 擦破了很大面积的皮肤 消毒时痛得呲牙咧嘴 鼻涕眼泪一起掉 柳如烟很着急 把手臂给我 要是疼你就咬我吧 我毫不客气地就咬上他的手 疼痛好像真的减轻了 只是内咬痕一个星期了都没消下去 这样的事还有很多很多 从小到大他都在我身边 他就是我的解药 全球唯一 药效显著 千金不换